而基本上我們看到整個的事態啊 說真的 你如果細算先算這個 這個罷免門檻 第一階段都很簡單 可是第二階段對議員來講 也蠻簡單的 以同職委議長這項 八千四百零七票就過關了 所以民主黨本來就要發動這個 要罷免市場 結果發現自己更簡單 所以很挫 大家想說 那我們怎麼把這個事態降溫 其實這件事情是黨部 國民黨機動是黨部的主委說 我們沒有要主動 是如果你們一直要用這種政治的攻防 把罷免當作一個報復性的工序的話 那我們當然要反制嘛 那所以就是一種喊話 因為我們也沒有實際的執行 那到底誰去做這個連署 看起來是個人 無論是惡性裡面員工的個人 或是這個黨部 那就不是謝國良嘛 而且從頭到尾 我們就沒有主動 主動是民進黨要來罷免 民進黨他們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謝國良跟這沒關係 那民進黨也會 等一下 具體要密對 因為謝國良跟你講 他也希望降溫 然後國民黨的機動是黨部主委說 是他們覺得 如果你就懂我就要這樣做 因為有傳出惡性的那個錄音檔 或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但是謝國良就告訴你 他真的不知道 可是您今天一定不相信 今天我也一定不相信 基本上呢 我們在講說這個民進黨發動 要罷免謝國良 他們說沒有啊 是地方的團體嘛 是地方團體自發的 跟我們民進黨無關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做政治的防火槍 可是我覺得整個基隆市民 看到整個失控的狀況 一定是不樂見的 你包括這個東區商場 要怎麼往前走 然後這個轉運站要怎麼往前走 其實都是一個重要的焦點嘛 所以就我得知 應該是在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謝國良其實跟同志偉議長關係 私下蠻好的 所以他們就在叫做市長的休息室 密會了四十分鐘 地方的記者其實在外面等 但是都沒有寫出來 他們有密會 那可是同志偉就是出來否認說 我沒有跟你達成共識 可是有沒有見 有見 有沒有一個共識就是說 我們朝著事態往下 各自來安撫自己的支持者的方向來走 是有的 因為雙方都會挫嘛 挫到最後兩敗俱傷 就是那些沒有講話的人 不一定喔 議員罷免喔 他們的罷免票數又比得票數高喔 市長 當然當然 所以搞不好 他們在算的是說 誰比較倒楣 可是你知道我們在節目裡面講 會不會算到最後 我們基隆市全台灣第一個 要大規模補選 才剛當選沒多久 就要大規模 因為你想想看嘛 國民黨如果要去罷民黨的議員跟議長 民黨一定會罷 除了市長以外 一定也拉你們的議員嘛 就大家都來 沒關係 大家都來 什麼 那基隆市成為罷免城市 然後什麼建設都不用談了 最風光的就是罷免城市 市長 議長 議員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如果真的 大家全面開果幹下去 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那受傷的一定是基隆市 是嘛 而且說真的 同職委議長他一區 我們在2024年得票是一萬多票 他的門檻是8407票 基本上大家都會挫 那全部的都罷免 那基隆變空城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討論市政 我是覺得啦 從基隆 林宥昌 鄭文燦回去桃園 大家都回去吃老本嘛 你看起來大家都在布局自己的內閣的位置 要搶2026要選雙北 我覺得這個市民不是沒有感覺 鄭文燦常回去桃園 林宥昌現在每天突然開始談基隆議題 而且謝國良提到這個 你說他要回去選基隆嗎 沒有他用基隆的這個議題來增加自己的政策 來挑戰雙北 我覺得是有機可循 不是因為謝國良一直提到零用差回憶嗎 沒有看起來就是先拉東區這一題嘛 那東區這一題基本上就是大日跟內特的爭議 所以我覺得謝國良市長 他最後很聰明 因為他不想再陷入這個政治口水 他拉回來基隆的轉運站 這個成績的轉運站 看起來也是迷迷茂茂 你前面兩個兩年為什麼權利金只有50萬 而且變更了三次 後來在蔡英文總統跟你林宥昌去制裁 又變更四次 拖了多花兩千多萬還拖了這麼多年 要怪誰 那當然啦 本來大家都在看謝家貴公子當了市長以後 他會有什麼不一樣 結果確實啦 成功的行銷了基隆 我很少看見大家那麼關注基隆 感謝 大家都在討論基隆 而且搞到最後從一個商場的三天半夜破門而入 搞到最後要市長 議長都要罷免 這樣的劇情實在是發展也很多人想像不到 總算最後謝國良跟議長握了手 雖然剛剛那個照片 謝國良演肉殺雞 你連這樣子都還要 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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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很溫柔啊看起來 看得出來心裡在叉叉圈圈 不過總算握手了啦 剛剛提到所謂的當家不鬧事 這基本上你執政就是 一定吃虧啦你要往前走 因為執政會有很多的包袱 所以基本上就希望你市政能夠順利進行 那其中當然議會是很重要的 國民黨雖然是多數啦 但議長在主持議事方面 他是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權力 對 尤其府會上面來講 會議長很重要 會議主席嘛 那通常有行政權的應該當沒多久 大概就會跟議長都盡量保持一個和諧 因為彼此都會有很多事情要拜託啦 那你希望搞到罷免也沒關係 那竟然是惡性扯在裡面 因為剛剛林大有提到了 什麼罷免 很多政黨都會跟罷免團體切割 那惡性這個謝國淵怎麼切割 很難嘛 惡性的理事主席好像就是市長媽媽嘛 對 其實媽媽你做惡性的主席 那你現在惡性的員工被動員 而且還有錄音還有等等 這其實基本上我認為對謝國淵 都是一個傷害 因為基本上大家看一個市長 就是你的行政執行能力 那你發生了危機 那你如果去面對那個三間半夜強床 那個NET 你要趕快把它解決掉 實際上那個事件會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 是因為很少發生你法院沒有強制執行命令 對不對 警察像黑衣人一樣三間半夜攻進去 檢開鎖 而且四千還 憲官長說他也是切割嘛 對對對 後來被發現 你有去參加那個刑情 他只是經過聽一下簡報 對 在市長室喔 經過市長室進去一下 他跟那個沒有關係 他也不知道後來警察 不可以衝進去 你說這個人才會聽下去 那個庭管科長 變成是一個科長的事情 這些都是大家在衡量 你當市長一個能力一個格局 其實一個政治人物 有一個首長 你要欣賞你的權利 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是法律付給你的 第二個就是你的政治威望 這個很重要的 政治威望是很難以衡量 基本上就是你的呈現 你的社會一般的支持度 你下面才會不會聽你的 很多是這樣子來 謝國良 我看他的形象在這一波 在這一波以後 大家都會認清楚 確實這個選票不能亂投 你這個假人人到 這跪公尺你看 才沒多久 好發展到現在 對基隆這個城市的形象 是正面而負面 而且基隆人自己心裡評量一下 因為謝國良自己挑起戰火 不會完全熄滅 謝國良已經從東岸變成到轉運戰 所以他有些東西沒辦法停下來 我不曉得謝國良在幹嘛 我是覺得他真的很天 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類似的糾紛有沒有過 台北市內特有發生過 官司打贏了 台北市政府就把他收回來了 謝國良的做法很特別 他在過年前夜襲 那夜襲為了什麼 為了點交嘛 然後呢 過完以後呢 直接要地震局 就直接把那個產權過戶過來 你如果你可以這樣子幹 那你過年前為什麼不這麼做 你說先登記啊 對啊 如果你可以直接叫地震局 直接過戶過來啊 那你過年前就可以做了啊 就不用那麼麻煩啊 還走什麼法院 林少剛才講啊 內特三次被駁回啊 過了一切就可以幹了嘛 對不對 那謝國良我不曉得他幹什麼 好 市府跟民間企業不管最後誰贏 我很少看到動用警察權 台北市政府當時都沒有動用警察權 民進黨在台北市政府 在台北市已經很久沒執政了 那謝國良在幹嘛 謝國良留下給大家什麼印象 我用一段話 不是我寫的 是天下雜誌寫的 2023年 施政滿意度 先不講結果 他裡面有幾句話 在基隆市的部分 他在問全台22縣市 有沒有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的時候啊 比基隆、屏東、宜蘭的滿意度最低 基隆、屏東、宜蘭滿意度最低 不是只有這樣子喔 在城市行銷上面 城市行銷上面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新竹縣市 七個也被給名 我講這個什麼 倒推回來 你知道謝國良去年拿第幾名 第二名 是從後面數過來的第二名 謝國良要感謝誰你知道嗎 高鴻安 高鴻安最后一名 他第一名啊 倒數第一名啊 等一下一定會談到高鴻安嘛 謝國良現在要趕快去 基隆哪一間廟最大 趕快去燒香 他是基督徒他不能拿香 那你跟天主 跟天父 公票搞不好去問同志偉 對 但是因為系統同步也不要收 然後民進黨議員千萬不要問謝國良 你跟天父跟天主跟基督 祈禱的時候你問什麼 好不好 謝國良自己其實知道 一定要保佑高鴻安不要被停死 嗯 否則搞不好今年九月公佈的時候 要變第一名 連帶影響到的是誰 蔣萬安 未來的黃廚 所以謝國良在幹嘛 整個基隆現在的城市行銷印象是什麼 你不是第一個月當當市長 你已經過十五個月了 十六個月了 你看去扯林又昌啊 繼續扯啊 你繼續扯林又昌救了你的連任嗎 我如果是民進黨我幹嘛要罷免謝國良 把謝國良擺在那邊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才剛剛經過1月13號的總統大選 其實對政治全民會有一點倦怠感 謝國良拼命搶戲啊 謝國良開的記者會越多我越好奇 我已經不是在管Net跟他的關係了 記不記得我剛剛是為了講維豐到底 他的那個收益的事情 為什麼維豐寫六億謝國良講十二億 然後呢謝國良後來市政府又出來開記者會跟我講說 第二名跟第三名開了十億跟十二億 我就傻了 如果第二名是十億第三名十二億 那維豐的六億是為什麼得標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 那為什麼那麼急 來明特 來最後是明健 基本上呢我覺得啦 現在已經炒到一定程度差不多了 但我跟你講說真的其實謝國良也是蠻厚道的 為什麼因為現在金融市府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你林佑昌過去八年 很多事情也不只有轉運站 他不是全部都要送 全部都要送那個什麼 我建議全部謝國良把丁 林佑昌全部移送走掉 查 全部趕快送 現在呢我也其實真心建議謝國良 就是這些議題不要再親自回了 你有問題你就送司法 然後有調查就送相關單位 因為自己一直站在前線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蠻耗損的 我跟你講我在等九月嘛 人家朱綠仁都已經很用心的廢了黃復興 要救他了還要繼續 我等九月調查出來是滿意都市第幾名啊 OK